有請毛部長 請毛部長 還有朱局長 請朱局長 部長好 這個 有關 春節輸運的計畫 那我 本席在這裡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這個高鐵 他的運量很大 時間又很準時 那 他在這個 在運輸的過程之中 他的變數是最少的 是最少 比那個公路啊 比鐵路變數比較少 我這裡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為了梳解我們 高速公路交通的瓶頸 以及我們鐵路 運輸一票難求 我是在這裡建議說 高鐵公司 是不是能夠二十四小時 運運 我想是不是請 抬高公司來回答 我跟委員說明 也報告一下 夜間 要再運行 再運量啊 應該是說是不可能的 十二點收班 一直到 早上六點二十班 這是我們夜間的 維修時間帶 高鐵強調的就是安全 是我們最高的指導原則 夜間的維修 巡軌 以及上空線下 下幾個線的所有的 檢視都在晚上六個小時 六個小時之內要完成 而且我們已經感到 時間的緊迫 所以我們早班都沒辦法 往前移 到現在為止只能移到六分鐘 好那我再請教 是 你這個晚班啊 你說以台北要回到高雄 你十點十二分就沒有班次了 十點十二分就沒有班次了 那如果說台北的人 台北要回去高雄 我跟人家應酬 吃個飯 我可能九點就馬上離開了 馬上離開 你十點十二分就沒有班次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再往後一點嗎 比如說可以 可以營運到 這個只是春節期間嘛 你像其他的公路啊 他都可以二十小時 鐵路也是可以啊 公路也是可以啊 那我們高鐵真的沒有這個能力嗎 有這個能力 我還是要強調 安全的維修在晚上 這樣是我們最重要的時刻 何況你只要往後一言 都超過了環評 我們的環評的要求 以及等等的因素都限制住了 委員這個 那你差一兩個小時 有跟環評有關係嗎 我剛才跟 難道是環評是十二點環評 跟晚上一兩點環評是不一樣嗎 其實都是一樣的嘛 即便環評通過 我們的維修時間 卻是我們的整個維系 高鐵安全的命脈 這個時間我們是不能退讓的 我是這樣子認為啦 其實每一樣交通工具 它都有它的安全 它都有維修 不一定說只有高鐵啦 那鐵路也是一樣啊 公路也是一樣啊 那你 你像台北要到 台北要回到高雄 十點十二分就沒有班次了 其他只有回到台中 你說十點三十 還有十一點到台中 就沒有班次了 所以我在這裡是建議啦 建議啦 是不是能夠延長我們的營運時間啦 比如說在晚上一點 或者是兩點 即使人家休假 你的時間很準時 掌握很準時 哪時候可以回來 我知道時間 因為你不會誤點嘛 那一般來講 人家休假的時候 都是補眠的時候嘛 所以晚上我坐你 晚上一兩點的班次的高鐵回來 即使隔天可以睡晚一點 然後春節期間 大家也可以盡情的 盡情的玩啦 所以我在這裡是 跟高鐵公司建議啦 是不是能夠研究一下 把你們的營運的時間 拉長一點到凌晨一兩三點都可以 這樣好不好 如果我說好 我是在敷衍委員 我講的都是實話 台鐵公路 好我們來研究吧 這是一個建議性啦 又不是說要強迫你嘛 是的 既然說高鐵要作為 任何的交通工具的領頭羊 好的 你如果說能夠延長你的 營運的時間 對高速公路塞車的疏解 有很大的幫助 對台鐵運量也是 能夠減輕它的負擔 這是我的建議 謝謝 請你回去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 部長 我這樣想法 有沒有創意請你 多一兩個小時無妨嘛 晚上凌晨兩 兩個小時 我都瞭解了 我都瞭解了 高鐵它在這個安全維護上的標準 是比任何交通工具都高了 它有些地方比照民航在做了 所以它現在就是說 以軌道系統來講 它需要有整個夜間 來做各種各樣的這種安全檢測 我想這個也是必要 那至於說是不是有可能說是 還有什麼半小時一小時這些空間 他們可以去研究了 不過現在基本上我想 它所謂環保這個問題 事實上就是噪音嘛 噪音這個問題 我的理解 其實有些時候它也是在比照航空了 因為像我們現在很多的機場有所謂宵禁 意思是什麼 就過了12點 飛機不起降的 所以他們現在的了解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嗎 它從台北發出去到高雄 最晚班車大概不會超過10點半 它這樣的話就是到了高雄是12點 它之前可以到 它將就不會 不會預約這個12點以後 就不應該再發出高鐵噪音 這個這樣一個要求了 所以我想這個大概就是 其實這個噪音不是問題 其實台鐵的噪音是比高鐵噪音還要高 沒有錯了但是 但是高鐵它速度很快 時間不會很 噪音的時間不會很長 不會很長 但是這個東西就跟機場的這個宵禁一樣嗎 我這個都是堅信的 是是是 不然的話你10點半 11點你可以開到高雄 不要說只開到台中 因為它也是 所以它最晚班到台中 也要在12點以前就要停住了 它再往下開就會超過12點了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所以它到12點到高雄 你那個時間反推 所以它最晚班不能超過10點半了 原因也是這樣子 好 台鐵台鐵都能為什麼高鐵不能 這個時間的原廠 台鐵基本上也是 也是差不多以半夜作為它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分界 晚上兩三點也是 也是有快車的啊 好 這是堅信 希望能夠交通部能夠回去研究看看 是是是 如果說真的可行的話 多加幾半次延長幾個小時 其實也是可行的啦 好那我再請那個範局長 請範局長 是 我有沒有好 局長好 這個有關 布悠瑪號的列車 我們預計在 今年年底就有 今年年底還是明年 有17列的火車 要投入營運 是今年的年底 對 那17列其实对我们不仅说是东部的铁路的运输 西部铁路的运输 大家也是需求也是蛮大的 尤其是要买这个自强号一票难求 很难买得到 那既然说东部也要西部也要 我是希望说 这个17列136节的车厢 其实要整体来评估 整体来评估 如果说是可行的话 17列每一个中站都能够到花莲 比如说高雄到花莲 新颖到花莲 或者是我们彰化到花莲 台北到花莲 这样的话也可以兼顾到花莲民众的需求 这个东西不一定说他们只是当作交通工具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想要说 我们做这个泰鲁隔 只有一天只有一班来回就两个班次 那如果说能够投入更多的不用 然后在西部的话 我们要去花莲观光旅游 对我们交通便利性是有很大的帮助 这样的话解决交通也可以提倡 东部的观光旅游 所以我这样的一个要求 其实是在反映我们中南部民众对台铁的这个 要买这个车票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入局这方面能够做一个整体的评估好不好 好 我们会照办 你会照办 我通盘来搞量 那你哪时候要把你这样的一个评估 我跟委员报告了 因为现在这个车子是到明年 今年底明年初才简步行来 那我们大概在年中的时候 那你有规划吗 中线的话大概这个一天的量 过去一天六万 你那个泰鲁的号只有往南的话 只有到天中而已 那南部、嘉义、云林、嘉义、台南 这边都没有 那你将来不用吗 你也不能说只有 就在往北部跟东部这样来排 你中南部也都是有这个需要 既然说他这个车子速度比较快 可以减少半个小时的时程 那以后将来的话 既然是能够快的话 那以后我们也可以在台中跟台北 来排这个不用吗 好吗 我们可以跟高铁拼吗 是不是 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如果说从我们园林或者是三 或两个小时就可以到台北 那以后我们不用坐高铁 我们就直接坐台铁不用吗 可能时间也不会比这个高铁还要长 至少价格上我们会比较便宜 以价格上跟高铁来讲我们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我这样建议你认为可行吗 我们通盘来考量好不好 你这样太简单来跟我敷衍 你要讲啊 不是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西部阪县的替代性还是比较高 那东部阪县 至少是从台中到台北 或者是我们彰化到台北 其实如果说不用吗 我们还有投入的话 像我们这有一班太鲁阁的 太鲁阁从天中一直到枫檐 就一直往北到板桥 这个班次啊 其实在我们那边坐就两个小时就可以到 到这个台北 那我们坐高铁要半个小时 但是我们从原理到高铁 还要 我们台中到高铁 到台北高铁是要一个小时 那我们从原理彰化到 到这个雾日要半个小时 就是一个半个小时 那我们直接坐台铁 可能啊 也不会时间上虽然说慢了一点 但是价格上 我们是比较便宜 这是有竞争力的 价格上的竞争力啊 所以这个我这样的一个建议啊 我想委员的建议非常好 好 那部长也请回去 我请这个高速公路局曾局长 请曾局长 快点时间有关系 喂 这个高速公路啊 这个中部的路段 其实塞车都很严重 不一定是春节期间啊 平常假日都很塞 塞车的很严重 尤其是我们彰化系统 跟浦原系统 这16公里的路都是塞车 那塞车是南北的 南北所有的 中南部以下的车辆都塞在那边 奇怪呢 为什么都没办法解决呢 你开放路间也是没有用啊 还是一样一路塞啊 那这个路段你到底要如何解决 你告诉我 这一部分的话 他是供应跟需求之间的关系 因为在这个路段里面 交流量确实是比较大一点 那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努力 就是委员刚刚有提到 就我们在去年用工程的方式 把车道宽做调整 然后把路间打宽以后 目前是在尖峰时间 我们都已经南北向在浦原到彰化之间 都已经开放路间 是有帮助 但是还是塞得很严重啊 因为你要知道 从一高跟二高来到彰化系统 大家都要走这个中山高 对它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 因为它路比较直 时间比较短 对它们的运输的成本比较降低 所以所有的营业车辆都要走这个中山高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是建议 就是说在过年的时候 南北长途走国山 国山是比较通畅的 然后让国一让给短层的 我是建议啦 既然中部的国道四号生活圈都已经快要完成了 那我是建议说五阳 五阳竟然也做高价了 那我们这个路段 彰化系统和浦原系统 是不是能够再办理这样一个拓宽的工程 那三线道已经没办法来 梳解这样的一个交通的韵量 每一次一定是塞车 春节一定是塞车 炎弹也是塞得很重 好 这部分我们可以研究看看 好 谢谢 是